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有点问题 我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 这是在法国 我在这里 我是一个隐蔽人 我去寻找 所以我去到警局里面 别 那是过去 你现在 你是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视 光明正大 这次 你是为了我们在医生发现 这份情意 我们都会记得 音容正会和你一起去 有他在 全不是问题 好吧 我去吧 等一下 你有消炎吗 我出一个 好 暂停 嗯 继续 我可以相信 我可以帮定 你 equitab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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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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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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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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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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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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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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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了 我们损失了一百多个人 我们低估总续迟了 这个人 太老莽深算了 怪我 有一个人在这里吗 没人 是在这里 要进去吗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这里很糟了 我们正在找到处理 一旦你找到处理 一旦你找到处理 找到处理的警察 非常好 我这儿也不安全了 附近多了不少警察 大街上贴满了通知令 刚才回来的路上 他们盯上我了 揍了好几圈才摔掉 现在乔年领着他们绕呢 对爸爸说明了 你走 你递辖了 你递辖了我 他做的吗 咱们第一个搜查的就是我那儿 现在中国留学生被法国警察也没监控着 聂荣真和坤团们 也被我转移到比利时工作了 如果我这儿也待不下去 那还能去哪儿呢 这事闹得那么大 恨不得全法国的人都知道 李昂大学抗争失败之后 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处境 更加艰难 为避免被遣返 聂荣真 和长工等 前往比利时寻工和求学 赵世言被迫逃亡到法国北部 从事打扫 一次大战战场的艰苦工作 非常抱歉 让您久等了 郑女士 早上好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是我冒昧 金梁先生 我请求你给赵世言一纸特赦令 特赦 我们现在还正在追捕他呢 如果他回到巴黎 请让他立刻到警察局自首 赵世言没有犯罪 相反 在李昂大学这件事情上 他是节里制止的 是你们不分青红造白 一并把他给抓了 可在我们看来 他是主谋之一 而且 他后来还是逃跑了 他逃走 是因为怕被你们非法遣送 为什么是非法呢 当然是非法遣送 你没有看今天的报纸吗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警长先生 如果警方对此事不表态的话 估计事态会一旦扩散 抱歉 这件事现在由司法机关负责 相关文件都在法官手里 我对此毫无办法 既然如此 我也只能请国会议员于格勒先生 还有李昂的市政议员博纳德先生出面 那请便吧 恕不远送 快点 快点 对了 咱们都走了 赵全咋够办了 我昨天晚上给亚平说了一声 让他帮忙照顾一下 没有问题 不是罗亚平他上学的吗 我看耿焯天这几钱好些了 他让他一个人待着试一试 反正罗亚平中午能打饭回来 其他在这儿的人也能帮着照顾照顾 对的 只要不出华销邪社的门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再不行 我留下照顾 行了行了 我们还是赶紧走 马上就要迟了 走走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我们昨天就来了 一夜都没睡 没关系 我们都还有机会嘛 你们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怎么来得这么早 我们还不算早的 前面两个一夜都没睡 我知道消息晚了 我要早知道的话 我也不睡觉就赶过来了 这次迷惑好像不多 是不是啊 嗯 是不多 而且现在排了这么多人 估计也不能全要下来 明儿都没睡觉 去哪里都没睡觉 放开 床斯 兰巳 大家 靠身 没号吗 给我一个号吧 我需要这个工作 一定点钱都没有了 别看了 你菩萨狗活自身难保了 走 我已经两天 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怎么了 谢谢 先生 同学 你要不去华侨协社吧 那个地方会发面包的 真的 我去过了 那里人太多了 不接受学生了 霍德里克 去找一个银子 快 谢谢 来 来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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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儿 慢点儿 这份工作我让给你了 谢谢王子 别说了 事情也分个轻重缓急 况且 我回去也可以照顾赵全嘛 都是 我对你 我找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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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人了 是 全在这儿了 宗旭之这两天有什么动静 他这个人野心很大 而且反复长 我听说他也准备 成立一个激进的政党 这倒让我有点担心了 我觉得他在法国留下去不合适 先生 虽说我个人对宗旭之这个人 没什么好感 可我认为 现在不是让他走的时候 你想啊 周恩来还在 赵世言到现在没有找到 陈炎年 陈乔年这俩兄弟 也都不是舍舍的动 总得有人替咱们用火 知道吗 法国人尝到了 前返了甜头 剩下的赤色分子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留下个赵世言也挺好的 因为他们跟他都有联系 让法国警方严密地监视他们 到时候找个罪名把他们给治理 我告诉你剩下的那些啊 都是从众直流 没有人挑头的话 他们成不了什么大事 明白 你们好 你们好 好 同学们啊 我给大家送食品来了 看到同学们在这里忍饥挨饿的 我心里是特别的不好受 我们公使馆的全体成员 也是感同身受啊 所以大家积极捐款 给大家买来食物 虽然是聊胜欲无 但也是给大家送到温暖吧 好 同学们啊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我们公使馆 我们公使馆能力也很有限 但是公使馆的全体同仁 包括我本人 还会积极地想办法 啊 呃 筹措资金 今后啊 我们要定期的 来给大家送食品和衣服 好 同学们啊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要跟大家说一下 最近啊 有些激进的歪理学说 希望大家不要受到影响 法国政府啊 对中国的留学生是非常注视的 所以不能再发生 像上次李扬大学那种事情了 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的话 公使馆就很难保证 再能够把大部分的同学给保释出来 啊 公使大人 公使大人 要不咱们开始发放食物吧 好好好 来 好 来 这边 同学们 来 都来领食物吧 来 来 都来都来 这都是公使大人给我们带来的食物啊 来 都有啊 都有 来 来 还好 对 来 大家都来 对 来 来 都来 来 都来 西贤 嗯 你咋够那么快的 童杨这两只手 你比我快好多 不光快 还比我漂亮 钱蛙子聪明 你慢一点弄 用得好像我们都在偷懒似的 好 这不好几个月没工作了吧 好不容易有个工作搜着发样 我真是想慢 想慢 都慢不下来 西贤 咱 咱们顶着工作以后 带赵全去试顿好的吧 我看他这一天瘦了好多 就去唐人该吃麻婆豆腐 了得 好 这个铺是谁的 一个叫邓西贤的四川人 你把这些书都给我拿出来 几本小书而已 几本小书 共产主义ABC 共产党宣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就这几本小书 把整个世界都快染红了 大战之后 整个世界都在向左转 这给马克思主义那一套 它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那些基金分子就喜欢这套东西 还拿这套东西来困惑年轻人 就这本 你来看看 对 最后一段 说到什么 你念出来 无产阶级失器的只是锁链 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 那锁链留给谁啊 这就叫 洪水猛兽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 天翻地覆 人头落地的大事情 俄国就是个教训 这些赤色宣传危害很大 你也认识 你怎么能让他们读这些书呢 公事大人呢 作为我们来说呢 无非也就是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有吃有猪的地方 至于他们看什么样的书籍 信奉什么 我们呢 还真不太好管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管 你在这里管什么 把这些书都带走 一本都不能生下 我把那些书全都拿走 放着正经书不读 热衷于这些个东西 你是谁啊 你干嘛呀 我怕你们这些人中毒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呀 我是怕你们这些人中毒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来接我的吧 你是来接我成亲的吧 亲什么接 我接你去哪我去 不是 你今天来接我成亲有点太仓促了 我还没准备好呢 神经病啊你 公事大人你手疼 赵全呢 没事没事啊 赵全今天穿的新衣服吧 漂亮的啊 漂亮 赵全 没事没事 法国队的战术 就是太史版 我看报纸上说 那个一九二零年 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时候 他们一比四 一比四哦 输给那个 那个捷克斯洛伐克 就是呢 赵全 赵全 赵全呢 赵全 赵 赵全怎么了 赵全找不着了 赵全不是去医院了吗 去 去什么医院 下午啊 公事馆的陈公使 送来了些食品 赵全好像是又发病了 就被他们送到惊人病院去了 什么 啥子医院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惊人病院 惊人病院 你确定是陈公使送的 我确定 她就买了 走走走 快点 小速 这医院的掌握 房子 这个医院 没有帮我抬 我还不会 说你没有什么事 那个 正 什么 我就想问一下 陈公使把耿赵全带到哪儿去了 赵全 赵全 是陈公使亲自把他送过来的 就在今天 一个小男孩这么高 我们就是想知道 耿兆全是被带到 李家精神病院的 成功使送的 我不清楚 那麻烦你帮我们打听一下吧 好 我给你们温温啊 你们等等啊 谢谢 谢谢 大哥 李昂大学的抗争失败之后 秦宫简学生们 最后读书的愿望也遭破灭 在极度绝望和困苦之中 十余人精神失常 他们无法得到良好的治疗 就此一病不起 乃至客死他乡 救命啊 回来 秦宫简单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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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patient儿呢 吗 不正确区 你快投folg它的团长 仍然 专书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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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灵 火灵 我问你 咱俩是一个村的对吧 咱俩就像亲兄弟一样对吧 就一件事你得答应我 哥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跟我妈 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跟我妈 对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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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S 我们公使馆的所有同仁 为中国学生的不幸遭遇 倒是遗憾 陈公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心痛万分啊 特责令我全权代表他 把耿兆全同学的仪式处理好 同学们 不管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我说 同学们 别带痛苦了 节哀顺变 我们公使馆的大门 随时向你们敞开 你们不管有什么要求 随时来找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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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向我鞠躬啊 这是终归的传统 死者亲属 向吊咽者还礼 你们为什么向我鞠躬啊 我们呀 都代表他的家人了 很多人发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说 太太大了 料理发不我 它们还有很厉害 没有嘱传 什么 每年 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个陈路来华侨协社视察 发现赵泉精神不对头 刚好呢那几天 我们都在工厂找工作 没有人照顾他 他们呢就把他连哄带骗了 整到了精神病院 到了那边之后呢 可能是因为变了环境不适应 赵泉的病呢就突然大发作了 他挣脱了护士 一个人就跑到了楼顶上借了 然后就从那里跳下去了